一时暴雨突然袭来 胸涌洪水 融洩而下 树墩中的汽车如同玩具 瞬间被冲入河中 一名孕妇深陷车轮下 她能否转微微安 平安365 危机时刻 即将播出 2015年7月14日 晚七点刚过 重庆市乌西县北门沟附近的居民 有的正要吃晚饭 有的正在街边纳凉 然而一场意外正悄然而至 这段监控录像拍摄于乌西县北门沟与漫滩路的交汇处 视频中可以看到 晚七点零七分 此时的街道除了被雨水淋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然而十分钟后 汹涌的洪水突然倾泻而下 猛兽一般将街道几乎全部淹没 街上的人们纷纷落荒而逃 突如其来的洪水冲击力超过人们的想象 重达数顿的各种车辆此时就像玩具一样叠加着 完全不可控的顺着水流冲入临近的大宁河内 乌西县北门沟的河段延绵数公里 连岸都是高耸的山体 让它成为一个聚水盆 每次下雨都有携带石块的泥水倾泻而下 水流最深处深达百米 地形的特殊带来很多潜在的危险 然而由于这里山清水秀 它又是一处极具人气的休闲圣地 而现在整个北门沟地区 却都在洪水中混乱成一片 洪水不断吞噬着一切 情况危急 19点24分 街道报警的重庆市乌西县消防大队迅速赶到现场 当地武警公安以及社区工作人员也第一时间到达 当时非常急 那个河水在不停地往上涨 往上涨 所以说我们必须的在最快的时间内 对每一辆车进行确认 进行搜救 车全部堵在一个洞口 还有就是 有七八辆车 全部已经到河东进去了 但是河水比较急 谁都无法确定 具体有多少车和人被冲入大宁河 消防员必须一辆一辆车的检查 紧急情况下 在搜救船还没有抵达之前 消防指挥员只能先安排消防员记好安全保护绳索 通过抢检车掉壁 将其掉气 展开第一时间的搜救 但是心里还是有一点怕 因为他这个凋避还差一段距离 全部要靠手的力量 全部拉过去 但是还要站在车顶上砸窗户 但是身上还被了有装备那些 但是又停又在下雨 车顶上又滑 然后窗户又不好砸 二十分钟后 搜救船只终于到达 消防队员迅速登船 前往多处车辆被烟区域 展开机动搜救 因为他的那个车子的雨刮器还在刮 然后就怀疑里面有人员被困 搜救的时候 我就到那个车上面去进行砸玻璃 当时我就趴在上面看 当时没有被困人员 夜幕拉开 天色越来越暗 这让打捞和搜救工作 无疑又增加了难度 深夜 河水湍急 救援 困难重重 十多折波之去下 怎样才能精一坏照到他 平安死丢屋 危机时刻 正在不出 22点左右 消防员又接到命令 称在漫滩路旁 发现两辆小汽车 但是由于距离河岸太远 强险救援车 根本无法直接将车吊起 危机之下 消防员迅速穿上救生衣 系上救生绳 向水流中心游去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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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伤咱们解开 第一次下水 是直接就下到大概你岸边有两三米左右 直接就站不住 直接就把我冲走了 我就飘起来 然后靠岸边的保险绳 还有我自己游到岸边的 面对湍急的河水 消防员多次被激流冲倒又爬起 行径过程非常势力 第二次下水 拿了一根铁棍 然后煮着 应该能行 下去之后发现 正是走得远一点 走得大概五六米左右 发现还是不行 一个是水非常冷冷 第二个水非常急 经过了两次努力 消防员范博文都没能成功接近车辆 毕竟水域救援的难度很大 这时 另一名消防员刘磊注重请英 他认为自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当时范博文 他体力不支了 他就上岸了 然后我就在想 当时我心里也很清楚 我是长江边上长大的 熟悉一点水性 稍微比他们好一点 我也不能让我的战友 他们亲抱这个生命危险 我就说 我们顺着河的上游 往下面漂流一起漂下去 车辆在洪水中不停地运动 很难固定 消防员要想稳稳地站立在上面 再将绳索系好 一点也不轻松 多次下水后 在两名消防员的努力下 汽车终于被吊起 而此时已经是深夜 岸上的群众并没有回家 他们都积极地 与消防员们配合着 一次次的拖转 一次次的通力合作 让救援工作更加顺畅 最终 经过近五个小时的连续奋战 救援队将十几辆车打捞上岸 但在这次洪水中 让人感到特别痛心的是 一名孕妇 为了救自己的母亲 不幸被压在车轮下 生命垂危 而她的母亲 则被洪水冲走 此时仍生死未卜 为了救母 她不顾自身安慰 触目惊心的场面 让人不寒而栗 她的女子 慢慢小顺 至爱亲人的离去 让她夜不能寐 要如何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平安365 危机时刻 正在播出 据了解 孕妇名叫廖元 25岁 已经怀有五个月的身孕 事发时 她的爸爸妈妈及丈夫 亲戚小堂共务人 都在车上 根据廖元父亲的反应 当晚 因为妻子要和老同学聚餐 一家人陪着一同前往 谁知 车开到半路 突遇暴雨 她担心路上不安全 便决定回家 改日再聚 廖妈妈身有残疾 需要背上楼 谁知 女婿刚把车停在家楼下 短短几秒钟 上游突然来水 就没过了膝盖 当时廖妈妈不巧 被车上什么东西挂住了 廖爸爸和女婿 怎么也拽不动她 廖爸爸说 当时水实在太大了 她一辈子也没见过 很快淹到了胸口 一家人一嘎眼的功夫 都被冲走了 在她和女婿逃生后 再来救廖园为时已晚 而廖妈妈 则因为没来得及下车 邻人带车 一起被冲了下去 所有的人都担心万分 可消防员经过一整夜的努力 搜索工作 没有任何结果 直到7月16日上午9点 从园在100多公里 拜的大昌镇传来消息 海市部门发现一具女性尸体 大家立即前往现场 不幸的是 这名死者正是廖园的母亲 戴小云 祸不单行 医院也传来消息 先前被救起的孕妇廖园 也因为伤势过重去世了 这一连串的打击 让廖爸爸难以接受 廖爸爸说 廖园本来是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的 可他为何最终会命丧皇权呢 原来当天事发时 廖园并没有在车上 因为廖妈妈腿脚不便 洪水又突然而至 廖爸爸无力抓住汽车 眼看着自己的妈妈 就这样和汽车 一起即将消失在洪水中 廖园心急如焚 原本已下车的他 折返回来 想要帮助爸爸和丈夫 挽救妈妈 没想到就在此时 又一轮洪水狂泻而下 廖园猝不及防 自驾的车被上游冲来的几辆车撞击 他被瞬间捐到车轮下 多次碾压 廖爸爸说 廖园今年刚刚结婚不久 便告诉他们快报外孙了 原本要享受到的天伦之乐 瞬间变成了梦幻泡影 如今大宁河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好像在那个悲伤雨夜的故事 从未发生过一样 只有廖爸爸 要开始适应一个人的生活了 半个多月过去了 廖爸爸没好好吃过一顿饭 失去了两个挚爱亲人的家庭 看上去毫无生气 四处丧落的杂乱 未洗的碗盘 床头摆放的女儿和妻子的照片 无处不透露出廖爸爸的伤心 与无奈 我女子前两天再说 老二伯伯是多生的 每月差一点 我都别个手里抱过来的 29天 29天再差一点 到我来的29天 每月30天 从小养到大 从小养到大到现在 我们去学校室 我没有哭他一二十 我说我学校没一下 从来就正话都没说过 没有跟老子我打理一下 我们从来没人搞过 听廖爸爸说 廖元并非亲生女儿 但养父母对他呵护备志 二老的养育之恩 让廖元更加珍惜自己的养父母 所以在千钧一发之际 他才会不顾自己的安危 去救自己的母亲 廖元及其母亲的离去 让人叹息悲伤 廖元对养母的一片孝心 也让人感动感慨 但是廖元救母的行为 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讨论 有人说 廖元不该这样贸然去救妈妈 有人说 这是人之常情 换做自己 也会这么做 近年来 各种存在争议的救援时有发生 2015年4月5日 广东省汕头市 发生一起七人溺水死亡事故 事故起因 习一名小孩到水库边洗手时 失足落水 其父母兄弟姐妹 及其他亲戚等七人 接连试图自行救援 但都因不惜水性而相济溺水 最后仅一人存活 这其不幸事件中的七名遇难者 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 痛惜之外 更令人震惊 在此平安365提醒您 在危险发生的紧急关头 要科学冷静地面对 要懂得量力而行 掌握一定的救援常识 形成正确的救援观念 理性救人 在自己不具备救人能力的时候 要在第一时间向专业人员求救 同时也要提醒大家 在雨季到来时 切勿在危险地段逗留 玩耍 避免意外发生 2015年12月2日中午 位于安徽省苏州市 林立县的一个小区内 正在运行的电梯 突然发生故障 有人被困在了电梯中 苏州市消防支队的消防队员 立即对电梯门进行破拆 经过20分钟的努力 电梯中的两人被成功救出 据了解 电梯中是两名搬运水泥的工人 而事故发生时 电梯内堆积的水泥 由1500多斤 已经超出了电梯的运载重量 再次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在乘电梯时 切勿在电梯中打闹 更不能因赶时间 使电梯超重运行 以免发生意外 感谢观众朋友